警方星期三以涉嫌不誠實使用電腦 在沙田拘捕一個31歲的男人 他曾在北區醫院做醫生 涉嫌在2020至2022年期間 在未經授權下擅置取患29個人的醫療紀錄 包括病人及醫護人員 北區醫院發言人上月28日已公布這件事 只有員工投訴 懷疑有人在未經授權下看他的醫療紀錄 遠方隨即展開調查 發現一個醫生曾經多次未經授權 才在臨床醫療管理系統看其他人的醫療紀錄 遠方認為事態嚴重 亦可能涉及刑事成分 已向醫管局總辦事處報告及報警處理 遠方亦已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工處報告事件 涉事的醫生已被暫停臨床職務 及暫停登入臨床醫療管理系統的權限 現時獲准保釋後查 需要於今個月的下場向警方報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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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